陳志全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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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毛主席曾經都解過這對聯的 毛主席說這對聯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 無實事求是之意 有誇眾取寵之心 實而不華 趣而不堅 自以為是 應該就是講梁振英的寫照 今天我們先來辯論經濟發展 講經濟發展絕對不可以只見樹木不見樹林 只是懂得苟前在兩三點之上想處理 又處理不了 對宏觀的大局是全不掌握 經濟發展是放在引言之後的第一節 是最優先的部分 刚才有議員在爭論 到底經濟發展 講了多少段呢 就這樣看 第十九段到第四十八段 总共有三十段 但是就不止三十段 他有幾段呢 掉走了的 那幾段就是 第184至186段 掉了去文化及創意產業那段 放了在第九部分 文化藝術和體育發展那裡 在第四十二段 施政報告要檢討六大優勢產業 六大優勢產業 教育和醫療產業就消失了 環保產業也不敢再提 但是文化創意產業就已經掉走了 就不放在經濟發展那裡了 首先我想問政府 電視業是否文化創意產業 一向標榜自由市場的香港 經濟要發展 首要是製造良性的競爭環境 關於免費電視發牌一事 我們的施政報告 是隻字不提 民道政府就開口埋口說進入司法程序 可能出現司法覆核 就不回答 這個根本是不成理由 即使你不針對一兩間新舊電視台去講 至少都要講一下 特區政府怎樣幫電視發展 對於港大市民 想接收更多多元的優質資訊的願景 是不是應該有所回應呢 擾讓了三年的大肆 拖延到一些已經投資了數以十億的公司 本來他們很願意去推動這個創意產業的競爭 現在就變了 阻礙市場向這個一池死水的電視業 注入新元素 施政報告是空談發展產業 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產業多元化 不知道多元化的重要性 香港電視業發展停滯了十幾二十年 一台獨大人所共知 但是政府就視而不見 連競爭都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的香港 這個就是我們的香港政府 在法牌上面 不知道有什麼神秘的程序 始終都是不肯發 本來沒有司法覆核 等到有可能有司法覆核 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就是那些紅心壯志想開新電視台的投資者 最後呢 就要積極考慮打退堂股 特區政府是不是想逼到那些投資者解散公司 遣散員工 以後還有沒有新人 敢投資進來香港這個電視產業 所以這次施政報告是跌了心水 免得眼淵 將這個文化創意產業都調走了 不放在經濟發展的部分了 因為沒有發展 沒有經濟效益 發展經濟 培訓人才製造有利的營商環境 是橫橫相求 在文化產業上 特區政府不單是未盡全力 簡直是背道而馳 施政報告裏面 三段有關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報告 講到底四個大字 創意香港 特區政府以為設立了創意香港辦公室 就等於發展了香港的創意產業 這些是天真 還是無知呢 我們看梁振英的施政報告 就好像在看 這個亞視十三台 那個台叫做歲月流星 梁振英的施政報告第179段 就是懷緬香港 過去有多麼光輝歲月 我引述 過去數十年 香港的電視劇 流行音樂 電影 報刊 雜誌和圖書 風魔海外華人社會 一個城市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當支持 完全有條件 更上層樓 引述完畢 就是說他對這個 剛才說的那些創意產業的支持 可惜 在這份施政報告裏面 我是看不到一隻字 是支持電視業的 優勢創意產業 現在是變成劣勢的創意產業 那談什麼產業呢 上星期前科大校長朱京武在一個講座裏面分享 他說現在年輕一輩沒有夢想 認為成年人沒有做好榜樣 同時說香港的科研資金是兩岸三地之中最少的 他也都解答了梁振英對教育產業的疑慮 朱京武指出 將教育當不當做產業 他說他看不出有什麼區別 如果產業是指重要的事情 無論叫不叫做產業 都應該去做 這個不是一個名稱的問題 但是很明顯看到 在創意產業上 在我們這份施政報告 真是佛善足塵 主席 在這裡我要向梁振英高度建議 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即時 搞活活躍香港的經濟的 既然現在你搞什麼產物產 都沒有辦法搞活香港經濟 最即時建效的 人民力量建議當然是立即 全民回水一萬 可以活躍全港市民的消費 我知道林鄭月娥已經不斷鼓勵梁振英 要努力學習 可惜香港市民 是沒有條件再苦等四年 我想香港市民和我們都一樣 希望這一份 不單止是梁振英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亦都是他唯一一份施政報告 本人僅此陳詞